死亡议题在华人传统社会里头一直是个禁忌 我们害怕死亡因为对未知感到恐慌 因而必会去谈论死亡 不过自从我国新冠疫情大爆发以来 每天都有不少患者在病痛中死去 尤其昨天的死亡人数更是飙升到了360人 创下了新冠疫情的新高记录 死亡如今似乎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富贵集团礼仪部总经理郑开玲 在接受八点自热报的访问时就指出 很多人还是一直以为自己不会感染新冠肺炎 但很多的情况是不幸确诊之后 你送院治疗两个礼拜甚至在几天之后 病情恶化然后就这样死了 死得让自己和身边的亲友都措手不及 让人根本还来不及了解说发生了什么事 而殡葬业者就已经取走你的遗体进行火化 郑开玲形容新冠死者宛如空难死者 从确诊到火化整个过程非常的快速 就像一个人凭空消失一样 而他强调正所谓 Seeing is believing 眼见为时 很多家属就是因为没有亲眼看见遗体 因此在事情过了很久以后 依然选择相信亲人还活着 造成终身无法释怀 而另一位殡葬业者议员创办人陈永峰 在受访时指出 死亡其实并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办法送亲人最后一程 相较于以往那种亲朋机友聚在一起悼念逝者的画面 他说如今在卫生部规范的指南下 每个家庭只能够派出一个人到医院去认领遗体 并且必须穿上防护装备PPE 或是隔着一面大玻璃窗看逝者最后一眼 而过程当中是完全不能有身体接触的 陈永峰坦言 华人本来就是那种不善于表达情感的民族 我们之所以需要殡葬仪式 就是为了协助自己把情感给表达出来 然而无奈的是 疫情下是不讲人情的 当仪式被通通拿走了以后 新冠病毒死者的葬礼就成了一个最遥远的告别 家属还来不及好好地告别 就得接受亲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事实了 疫情下的葬礼是不讲人情的 当繁荣的传统仪式变成禁忌 剩下的只是没有温度的SOP 两名殡葬业者在受访时都感慨 以往的告别式都是慢节奏的 好让家属有足够的时间缅怀逝者 但如今从确认遗体到火化 就是一场无法喘息的即时赛 确认那是他情人 才开始会把它放进尸袋里面 而且是放进两个尸袋里面都在消毒 放进棺木过后在消毒 棺木封关了 用silicon把它密封起来 再用那个pepper包在消毒 由于遗体暴露在外面的时间越久 传染病毒的风险就越高 因此死者家属并不能要求 为亲人近身换衣 上妆抒发 就连最基本的沾养衣容 也不被允许 而这种打破传统的送中仪式 不但是许多家属难以接受 也是殡葬业者从所未见的 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样 要穿多少船这样子 那现在基本上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但是到底说这些共识 是不是正确的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为了安全 那我们只能够根据政府所 颁布的这些方式来去执行 病了无人探望 死了没人送中 在疫情底下离世的人 身边没有至亲陪伴 反而多了群传监督的卫生部官员 而看在殡葬业者的眼里 无法送逝者最后一程 是极痛苦又残忍的事 很多错愕的家庭 还来不及好好告别 就得接受亲人已经离开世界了 我觉得那个遗憾感是非常地深的 我都鼓励家属可以进口门的 例如说我常鼓励他们 也许你可以抄经文 把信静下来 然后你们可以写信 把你对这个亲人的思念把它写下来 就尽可能的希望这个情感 这个哀伤仍然能够去流通 而不是去凝固在一个地方 俗话说不见棺材不流泪 两位殡葬业者都表示 我们身边就是有太多人 抱着侥幸的心态 过度情绪病毒 结果最终必须承受一辈子的伤痛与遗憾 他们因此奉劝大家 一定要做好防疫措施 千万不要等到后悔来不及了 才希望能够一切重来 他不是一个 我们在看电影 看一个视频 看一个YouTube 我rewive我这里重来 没有了重来 没有了就没有了 他人走了 你今天晚上的饭桌上 就少了一对碗筷 但是永远少了一对碗筷 他不是暂时少了一对碗筷而已 人生无法重来 每失去一个家人 都意味着饭桌上又少了一对碗筷 尽管如此 我们必须心怀感恩 在严峻疫情下 殡葬业者愿意冒着生命危险 代替家属亲友 陪伴这些新冠死者 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议员创办人陈永峰 告诉《八点最热报》 作为一名礼仪师 他都会把每位逝者 当成自己的家人看待 并认真地为他们打点深厚事 至于富贵集团礼仪部 总经理郑开林则表示 殡葬业者也有家属 也会害怕自己感染病毒 再传染给家人 而每天看着那么多的遗体 其实也不是什么快乐的事情 但是作为殡葬业者 他们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 哪怕必须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陪伴新冠死者 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